以色列前总理透露 普京曾承诺不杀泽连斯基 克工不证实不否认 从和俄新社塔斯社等多家俄媒6日报道 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在近日公布的一段采访视频中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 向他保证不会杀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 6日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俄新社报道称佩斯科夫当天在记者会上说 在贝内特担任总理期间 普京与其进行过非常密集的对话 他们经常交流既有私人交流也有电话会谈 塔斯社报道称佩斯科夫还称 的确除双边关系外 议程上还有乌克兰话题特别军事行动话题 实际上他们并非只是花一个小时来讨论上述话题 大家知道我们不支持披露国家元首的会谈细节 我们现在也不愿这么做 因此我既不会否认也不会证实贝内特先生所发表的言论 据以色列时报此前报道 贝内特的YouTube频道4日发布了一段采访视频 贝内特在视频中受访时 回忆起他于2022年3月5日与普京的一场会面 当时贝内特在俄乌冲突爆发不久后 飞往莫斯科尝试从中斡旋 报道说贝内特回忆道 他当时给出了两个很大的让步 我当时知道泽连斯基受到威胁 待在一处地跑中 我问你打算杀死泽连斯基吗 他回答我不会杀死泽连斯基 以色列时报还援引贝内特视频中的说法称 普京当时还同意不要求乌克兰解除武装 以色列时报称 以色列一直在寻求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 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均保持渠道畅通 而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1月31日播出的一段采访中表示 他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而且他愿意充当调停人 美国此前呼吁以色列更积极进入乌克兰问题 内塔尼亚胡还证实 美国已将其存放在以色列境内的 一批显为人知的炮兵装备 转移到乌克兰 同时他还称 愿意在相关各方与美国的要求下进行斡旋 我们下期再见